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个非常棒的 flux 模型啊 叫做 Exeter Realistic Flux 它可以认为是一种写实版的微调模型 呃有人说你又来 胡我们每次在讲新模型的时候 都说这个模型非常的棒啊 这个固定的套路啊就得这么说啊 但是这个模型真的非常的棒啊 我们先看效果再说怎么去用 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我们在测试的过程当中生成的一些 图片 包括这种啊带有写实性质的 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清楚 跟我们之前的那个感觉呢 是明显不一样的啊 它整个的材质啊 人物的感觉都非常的棒 我们看一下 这个色彩感呢也特别的明亮啊 看一下这种写真的质感 写实人物的质感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对吧 所以说呢这个不是蒙你啊 就这个模型的确是非常的棒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模型是什么啊 这个模型呢 这个模型呢目前是发布在TensorArt上啊 我们叫做Exceler realistic Flux 这个刚才给大家说过了 这个呢是基于Flux微调的一个模型 那通过它的实力呢 我们也能看到啊一些基础的效果 不管在各个风格的应用上呢 都是哎非常棒的啊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那这个下载呢是可以直接免费下载的 你就直接下载就可以了啊 当然下载之前需要先登录 这个大小呢 跟我们普通的这个Flux模型是一样的啊 十几个G 好下面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东西怎么去用 首先你这个模型下载下来呢 那我们需要放在ConfiUI 然后Models里边的DefulsionModels 或者是UNET里边都行啊 那我现在是放在UNET里边 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Exceler realistic Flux 将近17个G 跟我们那个Flux的带5模型是一样的啊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工作流 我们先把默认的工作流清空 然后新建一个Flux的工作流 首先呢 我们参数调一下啊 这个大小呢 比方说我们先用1024乘1024 这个呢 大家就选这个Exceler realistic Flux 别的呢 不用动 然后呢 我们来增加采样器 下面呢 我们调一下参数数 这个呢 我们采用25部或者30部都可以啊 这个是1.0 Schedule换一下啊 我们换成simple 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 好 首先呢 我们先来写一个最简单的提示词 注意啊 它由于是一个抄写实模型啊 所以说从各个景别和质感来讲的都是不错的 我们先来看大家经常用的一个啊 比方one beautiful girl 然后detail face 我们就简单点啊 就这么写 然后呢 我们先跑一下 大家感觉一下 这个还是有点这个动画的风格啊 我们下边给他 给他加一段提示词啊 把这个这个动画的效果给他去掉 把我们加一个相机参数就行了啊 我增加了一个就是这个照片是有索尼的一个相机拍摄的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模型的特点在这呢 其实展露无异啊 我们可以看到 他将这个皮肤的塑料质感其实有效的给消除掉了 这个人物呢 更加的真实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种模型主要是让现实人物看起来更加的真实 对吧 那所以说呢 更多的工作是在皮肤上啊 那下面呢 我们首先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他在表现不同人种上 这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这个跟其他的模型一样啊 比方说我这儿给他写成一个韩国女孩 这儿我加一个beautiful face 这样啊 我们改成woman啊 那这个就更清楚了 您注意啊 在表现东方人物的时候 这个脸部的这个塑胶质感其实并没有消除掉啊 这是他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而且他在人中的表现是非常到位的 您注意是韩国人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人 这是日本人的一个形象 对吧 同样的啊 这个皮肤的真实质感并没有欧洲人表现那么好啊 这是日本人的一个形象 下边呢 我们看中国人啊 大家看是中国人的一个感觉啊 这个还是有点这个东方人的痛病是吧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脸的时候呢 这个塑胶质感也是比较明显的啊 所以说在表现不同人种的时候 这个模型还是有区别的啊 好 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模型在生成各种各样的人物的时候都是非常棒的 我们先来做一个超近景的啊 比方说呢 我这有一个提示词啊 一个女孩的精致肖像 修长的脖子 精致的皮肤 长头发大眼睛啊 把它复制一下 对啊 这个模型对于我的这种特殊提示词呢 其实表现并不是特别好啊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直接给它去掉就直接变成一样物们好 下边呢 我们跑一下 这里边会有更多的环境啊 光照啊 皮肤细节啊 五官细节的描述啊 大家看一下啊 同样是一个西方人的效果 而且他对于整个的人物的表现呢 都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属于一个超近景嘛 差不多是吧 只要你的这个提示词写的足够详细 那我们可以保证出图的质量呢 会变得非常的高 下边呢 我们来做景别测试 同样呢 我这儿是1024乘1024 然后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测了这个近景的了啊 我们把它稍微拉远一点 这儿我还是用一个woman啊 young woman也行 这样我还是这样写啊 one young woman 然后beautiful face white t-shirt 白衬衫啊 下边呢 我们来生成一下 这个景别呢 会稍微的比刚才小一点啊 因为我这儿对这个衣服做了描述嘛 所以说他会有衣服的一部分内容啊 如果你不写的话呢 这个模型会习惯的把这个镜头拉得很近啊 好像怼着这个美女的脸在拍啊 其实我个人不太喜欢那个景别 大家看一下 非常棒的一个效果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可以继续把它拉远一点啊 我们再加一个black skirt 黑色的短裙 大家看一下 这个真实的质感就非常棒了 对吧 还明显啊 当然手指这儿有一些问题啊 看一下 这个跟普通的flux模型来讲的话呢 在写实方面的表现呢 这个质量还是很高的 然后呢 我们继续来写啊 我们加上腿吧 long leg 然后white shoes 同样呢 我们加以standing防止他坐着啊 就让整个景别拉到最远 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东方人物啊 表现的也是非常棒的 对吧 整个的形态啊 但是你要注意啊 就这个模型有一个缺点 腿偏粗 测了很多的图片 他的腿的确是偏粗的 不是那么漂亮啊 这个可能并没有偏向这个东方人的审美去微调啊 好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景别测试啊 通过这个景别测试 我们会发现不管是超近景 近景 中景和远景 那这个模型的表现呢 都是非常棒的 并没有出现模糊的情况啊 或者是不可预知的一些错误 之前我们在测试一些 尤其是所谓高速模型的时候 在景别的时候 只能生成中景和近景 远了就不行啊 但是呢 这个模型 大家看一下 非常棒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Laura的测试 还是我们把它调到一个中景 然后我们将这个改成768x1024 更像一个人像的一个效果啊 下边呢 我们来加Laura 这样我们先生成一个啊 我们先把这个固定住 先生成一个 大家看一下非常棒的一个效果 对吧 下面呢 我们来 加Laura 还是我们先加小红书的第二版 分重我给到0.8 采样我暂时先不变啊 我就先这样 下面呢 我们试一下啊 这样我把原来的图片保存一下 方便我们去对比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感觉并不是特别的好 有没有发现 不好啊 那有时候 我是不是把这个换成小红书的采样 就是DAS和Beta会好一些 大家看一下啊 其实效果也不好 对吧 你去对比啊 这个整个的精致程度呢 还是要差一些的啊 所以说呢 我个人并不希望大家去用这个Laura啊 就是在用这个模型的时候 如果你非要去用的话呢 我也希望大家把权重降的低一点 我建议大家只是0.35 这样的话呢 它有可能出现什么呢 就是出现西方人物 但是呢 会有东方人的特征 另外就是采样器呢 也不要用小红书的采样器啊 我们就用 欧拉和Simple 那我们先看一下 用这个小红书的采样器 我们得到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大家看一下 这是DAS和Beta的一个采样的效果啊 然后还可以对吧 用这个藏器也行啊 这个清晰度还是有保障的 然后呢 我建议大家还是用这个 欧拉和Simple 它0.35的权重 其实仅仅是对人物做了一些纠正 在表现东方人物的这个层面上呢 会更加的精致一点 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也是不错的 其实也是牺牲了一部分清晰度的啊 而这个其实有一个技巧 我们通过这个也能发现出来 就是我生成的这个人 其实有一些混血的特征啊 比如说他本来要生成一部分西方人的特点 但是我用Laura做了少量的矫正 只有0.35嘛 所以说生成的人物呢 可能会更漂亮 对吧 混血嘛 他可能更漂亮啊 另外呢 你说我就想生成东方人物 那我是生成这个 这个日本人 韩国人 还是中国人 这个你可以写成什么呢 我建议大家可以写成亚洲人 这样写 Asian是吧 这样的话呢 会更好一点 他在表现各个人的特点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啊 因为你要注意啊 如果你不加一身的话 他有可能啊 他出现的是个西方人 如果你就想出现一个东方人的话呢 尽量还是约束一下 因为那个小红书的那个权重 是比较低的 对吧 哎 你看这个就特别偏东方人的一个效果了 非常棒啊 你注意啊 加了小红书的Laura 的确是让图片变得不那么清楚啊 但是呢 人物会相对的漂亮一点 那如果你不加这个Laura呢 他有的时候会生成 叫一脸AI 是吧 就是一看上去 就是AI脸 这个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说呢 世间难得两全法 不负如来不负清 这个两全其美的事情 很难做到啊 那你就知道各个特点 怎么去平衡就可以了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美学测试啊 这样我后边尽量的都会表现 东方人物所以说我就采用这样的一个手法啊 下边呢 我们用我们之前测试的一些美学模型的提示词来做一下测试就可以 我们先看第一个还是那个旗袍穿着那个旗袍的女孩在上海弄堂里边那个古老的窗户前面 所以说我把它改成Asian 我们来生成一下 我把这个改成Random啊 防止大家说我作弊 我们就看一下在环境美学和人物美学 它的表现上到底怎么样 这个还可以对吧 但是那个旗袍的感觉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强烈啊 这可能需要去抽卡还是怎么着 但是你注意啊 整个环境的表现 对吧 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上海弄堂那个感觉啊 这个就好很多了 对吧 它并不像其他的美学模型啊 会在旗袍上多很多精致的花纹 但是你注意它整个的感觉和真实性的会好很多啊 第二个是那个黎明时分在晨屋当中啊 花园里边的女孩 那这个在其他的模型里边 不管是shuttle啊 还是我们用到的很多的那个模型里边表现都不是特别的好 对吧 那我感觉这个模型表现怎么样啊 也不好 是吧 所以说应该是我的提示词有问题啊 你注意所有的模型都表现不出来你这个 那就是你的提示词有问题啊 好 下面我看这个 这个是那个竹林里边的汉服女孩啊 直接跑啊 就不改那个ation了啊 因为整体的画面 它可能只是人物长的 是不是会有一些问题啊 我觉得画面不会有问题 大家看一下啊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对吧 这个写实感非常的强啊 不像之前的一些美学模型啊 下面这个是坐在咖啡馆里边的那个女孩啊 看一下也非常的棒啊 大家看一下有这个混血的一个感觉是吧 这个人物 的确是很漂亮啊 非常清楚 然后是艺术家画画这个 这个好像其他的模型表现也不太好啊 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表现的更好一点啊 来看一下 也一般是吧 感觉也不好啊 这个是 风林里边穿 天鹅绒物晚礼服的那个 场景啊 这个场景应该是挺唯美的 我们看一下它表现怎么样 挺好啊 它没有那么多落叶 但是整个的写实质感会非常棒 人物这个眼睛有问题 当然是因为像素的问题啊 你可以用的大一点 可能会更好看一些 然后这个是一个写实质感的美女 在塞纳河畔啊 就是巴黎的塞纳河畔 背后一般情况下会有艾弗铁塔 来看一下啊 也非常的漂亮 艾弗铁塔啊 这个人物的质感的确也非常的好看 非常真实啊 不能就好看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水墨山水 不知道它表现会怎么样啊 因为它特别擅长这个写实模型嘛 但是我这个有点像 有点写意的那个感觉啊 不知道它最后表现出来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个有点怪啊 对吧 不太好啊 再生成一个 这个不是个写实的 这个人物的这个景别也太远啊 不清楚 这个构图本来就有问题啊 看上去就是个蚕死品 对吧 那这个可能更好一点 我觉得能够表现出来这个模型的一些特点啊 那最后呢 是弹钢琴的这个 主要展示光影啊 人物的细节啊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表现非常的棒 大家注意啊 这个主要是在清晰度和写实感上呢 会给我们传统的模型的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说你如果有这样的需求啊 可以考虑这个模型 我觉得这个模型的表现的确 可圈可点 那今天呢 我们对这个模型的一些基本的用法啊 包括它的一些景别测试 包括它的一些美学测试 Laura的一些建筑性测试 全方面呢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模型啊 我觉得这个模型 总体表现还是非常的棒啊 大家呢 可以自己试一下啊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关注我 作为一个懂爱的人